各位台灣 大家好 我們的課程也在接近衛生 比我們同一班 來到同一班 這個課程的內容 其實都跟大家講一下台灣的現況 還有台灣的過去 台灣的過去到現在的現況 兩個的搭配 來解構說 台灣的到底它真正的國際地位是怎麼樣 那它現況是怎麼樣 然後將來台灣的走向應該怎麼樣 我相信在你的新冠地 應該坦落啥啥啥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等於之後 我們繼續去看一些 我們的新台灣論裡面的那些論述 啊我們的課程都有透過那個YouTube的錄影 回去之後也可以再回顧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個圖的內容 就是這個 分享萬國工法跟領導 我們在 因為我們要走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要正常化 我們在我們的開訓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講到 尊守萬國工法 國際政情法 和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裡面有一個萬國工法 我們都很陌生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教育過程裡面 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經驗裡面 其實我們對這個保文的社會都是比較欠缺的 那萬國工法大概來講的話 他是歐洲的一個學者 他下出來一本著作 那這本著作他總共分了四冊 分了四冊 那這個萬國工法他主要就是在說 一個國家 什麼是國家 他在談 他的定義就是國家 然後大概第一次裡面就在講這個 一個定義好的國家 國家之後 他有禁物 有人民 還有一個租盤價 他給你第一本書就在講 主權者三位 和國家 還有這個人民 是這之間的權利和義務 然後這個國家組成的政府 他要怎麼去執政 那執政的目標是什麼 他裡面都很不清楚 告訴人家說 你如果這個國家要強盛 這個國家要永續發展 這個國家要追求他的平衡 要追求這個國家的安全 都是在第一本書裡面 他都有論述 所以如果是將來 我們臺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那我們在經營國家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參考萬國工法裡面的 那些經營國家的原理 原則跟大理 這樣有在做 這個國家就會強大 人民的影響 國家也會富強 那這個萬國工法 其實是從歐美那邊發展出來的 那你看這間歐美國家 還有這個日本 因為民治維新 他們學習了西方的萬國工法的概念 讓日本在過去的一個 幕府時代的中古世紀 的國家 三十年而已 他就跳到世界的列強 他就跳到世界的列強 那他的國工法的第二本書 他就是他的第二本書 他就在講 這個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往來 這個官的 還有一些權利義務 在裡面說 那是他的第二本書 那他的第三本書呢 就是講 國家跟國家之間 如果發生了爭端 最後沒有辦法 訴諸武力的時候 這個他就在第三本書 就來講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戰爭 戰爭有一些規範 不是說你 你本人有好多力 你就要怎樣就要怎樣 發動戰爭 也要有理由 也要有理由 也要有正當理由 你不可以只是說 因為你的武力夠強 你看另外一個國家不爽 你就想要發動戰爭 就要欺騙他 這是不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這樣的話 是會犯戰爭罪的 他的第四策就是在講 這個國家和國家戰爭之後 然後他們怎麼樣 恢復和平 要怎麼恢復和平 那這裡面 就有一些記載 所以整個 泛國工法很分切 他就是在講 如果你是那個執政者 或是說你在經驗國家的頭人 那你就要遵守這些 萬國工法的道理 然後去運作 包括在美國的憲法裡面 他們都有講 要他們要遵守萬國工法 law of nation 這都要遵守 那這個議題和這個領導 這個領導結合 意思是說 我們站在這個國家 引導國家 這個管理國家的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你要你的思維 要跟一般做 做辛勞的人的生活和一樣 你試著用你的生活經驗裡面去看 那些老闆 或者比較高階的那些管理者 那他們的思維 其實跟一般的員工不太一樣 他們都要想著 我要怎麼帶來這個組織 我要怎麼改變這個組織 我要怎麼改變這個 這個當所處的環境的現況 你讓你的組織可以更好 你讓這些現況可以更改變更好 這是領導裡面 他的思維是跟跟不一樣的 那我們陸陸續續用這些 這些準備過的資料 來跟大家一一分享 那第一個部分 就是在講領導的部分 那領導 一般以營利來 就一個Leader Leader Lead Boss Drive 領導呢 他是在帶領他的組織成員 那Boss呢 一般我們所稱的老闆 老闆只是會驅使 只會驅使你的員工而已 就給你頂 但是Leader他不是 Leader是帶領你們 一起走 帶領大家一起走 那所以在Leader裡面 有很多的特質跟特徵 我們去了解他 把這些能力學起來 那你的思維就完全跟不一樣 那其中裡面有一個Leader的特徵 就是Leader and Gretzky Factor Gretzky就是一個人 他其實是一個區困球的 職業兵球的球員 NHL的職業球員 那這就是這個Gretzky 他總共他在NHL裡面 他1977年到1999年 這段時間裡面 他都在直接冰球裡面 在打球 然後他總共經歷了20個球技 然後從前面到後 他換過4個隊伍 然後這個Gretzky他很厲害 他在這個冰球的這個比賽裡面 他有一個綽號 The Great One 是最偉大的那個 The Great One 那另外人家對他的稱 人家對他的評比是這樣子 The Greatest Hockey Player Ever 有史以來最佳的 去棍球的球員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為什麼會是這麼厲害的 一個球員打給你這種稱號 這就是他剛好趕快來說出來 他剛好趕快來說出來 他剛好趕快來說這個 他在打球員的時候 他在打這個曲棍球員的時候 他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特徵 就是 It's not as important to know Where the puck is now is to know where it will be 他意思是說 你在打曲棍球的時候 以前冰上不是要冰球 黑的有嗎 他要去那個桿子啊 這樣打 那個球是在冰上面跑到跑去 他在打球的時候 這個球現在在哪裡 沒有那麼重要 這個球要跑到哪裡去 你知道那個比較重要 所以他一般來講 他在打球的時候 他大概都可以預測說 這個球大概會到哪裡去 他人就去到那裡 所以他就可以掌握到整個 球賽運行的這種脈絡 所以他可以比人家更先知道 球要去哪裡 然後所以他的得分非常多 所以他才會被人家稱 稱呼為The Great One 最偉大的 還有是最偉大的球員 那他這個 他這個 他這個 特質啊 運用在這種管理上面的領導人 也一樣要有這個道理 你想一下 蘋果的賈博斯 蘋果的賈博斯 當大家都還在用手機 用按鍵的時候 他的想法就跟人家不一樣了 我在想的 未來的手機 他應該不用按鍵 反正就變成一塊面板 以前的手機是打電話傳人簡訊 但是賈博斯 他的想法說 手機的應用不應該只有這樣子 所以他會結合 Internet 上網 所以就發展成現在的 我們人情嗎 尤其我們智慧型的手機 意思是說 賈博斯 他已經看到別人 看不到的地方 當大家都還在斤斤計較說 這個手機要怎麼做 做得越小越好 越堅固 越看它越 越時尚 他已經想 這個不是重點 將來的重點是 手機怎麼應用 所以領導人 他看到的是未來 他看到的是未來的走向 所以領導人 他有這個sense 他有這種sense 什麼sense 第一個 Where the culture is going to be 現在這個潮流 將來會怎麼樣 一言情況出來 Where the organization must be 那根據這樣子的一個潮流 他感覺出來說 這個潮流的發展會怎麼樣 那他現在應該要把這個組織 要怎麼改造 然後變成將來的模樣 來適應那個潮流 甚至帶領那個潮流 就是領導人他有這種sense 那如果領導人一開始沒有這種sense 但是他到達 他達成這個目標的時候 那你一定有這個sense 其實這種sense 就是一種直覺的 instinct 意思是說在正確的時候 做該做的事情 所以這領導人 他的思維都是想比較美的 而且都是講的比較美大的事情 這要有這種直覺 這叫做greatest effective 那翻過來看台灣 那台灣未來的潮流應該會怎麼樣 你現在在看 你如果 你如果是站 你如果是現在這個 流亡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去看現在的台灣 你會看得非常混沌 摩摩 你知道台灣的現況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台灣的未來應該怎麼走 你就看不出來 但是你如果跳脫台灣的這個 直升當局的眼光 然後站在國際上面的舞台上面 來回頭來看台灣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台灣現在正在改變當中 它往未來的走的路 未來走的路 未來走的方向 其實已經看得出來了 那我在官網裡面 我們的很多的活動 有一點快出來 我們正在跟國際上面的 與其他國家的官方 正在密切的接觸當中 你想想看 過去我們台灣 跟其他 歐美的官方 正在接觸當中 這是不被許可的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 它不被承認為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 它不被承認為是一個政府 所以人家都不會用官方的方式 官方的社會跟它往來 但是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沒有 我們去美國參加 美國互通團會參會 所以 所以 導遊大概你都可以知道說 現在的潮流是什麼 未來也會變 大概你都會看得出來 如果 中軸是國際的關注 還有很多是一個 隨著時代的演進 你可以看到 如果台灣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 去美國 開始做 司法訴訟 你就可以發現說 台灣民進府 以 所所所為 很多的事件 造成了說 台灣民進府 在國際上 對人家關注的 這個程度就變越高 你要知道嗎 我們從他開始發行 身份證 一直跟身份證 可以在你 可以在你 參觀 然後 我們有機械圍的專官 跟我們台灣民進府 介紹 這個 這個七大法 七大法 我們去 去年 去華府的大選 的觀察團 我們派的觀察團 然後 美國一邊 其實我們是一個 台灣人的政府 要去參加美國 VP Vice President 的參會 最近的一些新聞 厲害 AIT 他們在說AIT 他們內部的AIT 有嗎 你想要去世 其實那個 AIT 其實它本身 就是一個民間組織 那你想 民間組織 會不會有官方的 海軍陸戰隊去進駐 保護他 不會 所以很顯然 他將來不會是AIT 他將來會是一個 軍事指揮的總部 那意思是說 美國的正式的軍人 在台灣進駐的時候 你就會想 那這個時候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會變成怎麼樣 就不再是 純粹是民間的關係的人 所以 美軍入台 所以就顯然的趨勢 那你反過來 來看這個流行體制 就是他 第一個 他開始 他開始發現 他的護照已經被人家拒絕 有嗎 在民體的課程裡面 我們講師 我告訴你 我們有網友 去日內瓦的連任何總部 去 進去參觀 要買馬克的悲章紀念品 然後他說 他的護照不能進去 那你就說 如果八年前來都可以 為什麼現在不可以 所以 開始 八年前可以 八年之後 開始被拒絕 然後禁止進入了 那個護照官 他是流行體制 然後 漸漸的 他外本開始測除 然後一直到 南海的仲裁 美英尊 他被 定義成立了 新的身份 名字叫做 中國 台灣當局 所以他 他的警察都是 越來越遠 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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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不是一個政府 想到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最後他終究會消失於無形 所以這 屁股要看出來 這屁股要看出來 對啊 你要看看 如果是這種屁股的時候 你現在還站在 旅行體制裡面 還是你要站在外面 站在台灣民政府 這邊一起打拼呢 這潮流都看得出來 就好像剛剛講的 那個 最有名大的球員 那個 Bretzky 他知道這個球 要走一堆 他就先去準備了 那 後來 你如果想到 就表示說 你已經知道 未來如何 所以你已經開始去準備了 那 接下來的 你就是要持續的 去建構你這樣子的 直覺跟信心 要跟台灣民政府 講過一起做 那當然 課程裡面都會在 YouTube裡面 會錄影 那這是我們 YouTube的那個網址 那這是YouTube的那個帳號 那個使用者名稱 那你如果在網路上搜尋 你就可以直接找 UXMGTCG 或者是台灣民政府直播 你就可以再回顧一下 我們很多講師 他講過的課 包括我的 我這個萬國工法 跟領導的這次課 也都在YouTube裡面 都有錄影 那我的課程跟 我的課程大部分 會分成就是 領導萬國工法 還有萬國工法裡面的 一些 特定的章節裡面的論述 所以我今天講過的課程 下一次就不太會講了 只有萬國工法裡面的 最主要最基本的那些東西 會再論述 那其餘的部分的議題 就會一直往下 一直走一直走 所以你今天這堂課 將來可能也不會重複 所以你一定回去之後 要再繼續的看 我們以往的那些 講師的講過的課程 或者是說 你之前沒有來這邊上過課 那你回頭回去看 我們以前講過的一些內容 再來我們講的是萬國工法 這是一個劇場 一齣連續劇 這齣連續劇也名稱叫做 The Crown The Crown Crown是那個 皇冠 就是皇冠 那這齣連續劇 它是一個短片 大概幾集就結束了 它講的是真人實事 什麼真人實事呢 就是英國女王 現任的 伊麗莎白二世 這個女王 她在登基之前 跟登基之後的 那一段時間裡面 她真正發生的事情 那這一齣電影裡面 她給我們很多萬國工法裡面 那個國家還有主權者 還有國家運行的一些原理原則 其實都在這部片子裡面 都有表現出來 那我建議大家回去看 你看了今天的課 你聽了今天的課程之後 你回去再去看一下這齣電影 那你可以從裡面 大概裡面講的 誰是三位人 他國家也穩定 政府官員跟三位人的關係 人民跟三位人的關係 是怎樣 那你就可以 可以對於我們今天要講的 萬國工法 對於國家的這種概念 你會更有 更有那個具體的 具體的那種理解 那這個劇照呢 這個人就是伊麗莎白女王 他今天 這段劇中 她是丘吉爾 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 Wiston Church 那這個劇照裡面她寫 她是Leader 但是她是Ruler Leader Leader Leader是什麼意思 就是英國的統治者 那Leader 她只是政府 這些政治基因裡面的首領而已 她是那個 團號的首相 Winston Church 那首相對Leader 首相對於國家的統治者 這都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裡面 我們慢慢來講 就可以理解 再來 另外一個劇照是這個 這是伊麗莎白女王 那這一個人叫做瑪格麗特 她是她的妹妹 所以她是Sister 但是呢 她除了是她姐姐的身份以外 一般人 世俗人之間的身份 她是她的姐姐以外 她還有一個名稱 叫做Savari 那什麼是Savari 過去我們對Savari 這個名詞 你有什麼理解力嗎 那Savari 在我們在政治圈裡面 其實普遍用的非常的多 你要去理解一個國家 理解一個國家 她的樣貌是什麼 你一定要去了解這些單字 西方人他們用這些單字 其實都有他們的 他們的那種理解力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用西方 歐美的那種觀點 萬國公法的觀點 來看待國際上面 國跟國之間的事情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看透 台灣真正的現況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站在西方歐美的那種 有國際法的觀點 來看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這種樣貌就非常清楚 就非常清楚 你特別模糊 就叫Savari 那萬國公法是一本書 那這本書它是法文寫的 它原本的名稱叫做 Law of Nature or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Law 這寫自然法 自然法的原則 所以它根本書來講 這是主義的道理 這是自然的道理 只是把它寫成四本書 那這四本書也不像說 一段我們在看法律 法條這樣子 也不像這樣子 它比較像一本書在講故事 它裡面有很多故事 那一關德烈 那我們看了之後 你就更有收穫 叫做看故事的心理 你去看法國公法 那這本書呢 是這個人寫的 一個叫Emmery De Vito 這本書是在1758年就問世了 已經離我們已經很遠了 但是這本書在我們的新台灣論裡面 有一個段落有提到這本書 這本書在那個新台灣論裡面 被稱為國際法的理論基礎 國際法的理論基礎 因為我們是要用國際法 來給台灣國際的理論基礎 所以我們一直要力量 來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那萬國公法裡面的第一次 剛開始 剛開始介紹的事情 就是先定義 先定義好 下面是Nation 下面是State 是國家 Nation State 你如果在報酬雜誌上面看外文的話 你經常會看到 這樣子是Nation和State 為什麼不寫Country 我們的生活經驗裡面 快點就聽了Country嘛 Country的英文裡面 你怎麼翻譯? 國家 鄉村 哪一些人呢? 國家 那State呢? 國家 三個字都國家 那你怎麼翻譯? 你怎麼翻譯? 你怎麼翻譯? 它是不一樣的 也定義是不相同的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一個所謂國家 或者是State 就是 Society of Man 是人所造型的社會 或是人所造型的社會 你現在開始想像 過去人 善居在自然環境裡面 還沒有組成一個部落 是不是? 大家有個人生活 對不對? 那個部落 還沒有達到部落 是善居個地而已 每一個自由自在的個體 但是當他們 住在座位的時候 會發現 欸 他們 一樣有同樣利益的人 或是同樣的安全上需要的人 他們的QQ做事會 就像剛剛講的 部落 那個部落裡面 維護他們的部落裡面的人的安全 他們的部落裡面的人的利益 他們的共同去努力 共同去打拼 所以他們這樣慢慢做 沒有 部落最後會變成一個國家 會變成Nation 所以它是人所造型的社會 它是人所結合起來的 那為什麼他們會結合起來 故教的觀點 就是因為彼此共同的安全 彼此共同的利益上面的需要 他們結合起來 組成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叫做國家 這個組織叫做Nation 那今天剛才做Nation之後 這個國家 如果沒有權威的話 這個國家組織機器 它是沒有辦法運作的 對不對 所以他要賦予這個組織 這個國家有一種權威 所以你要建立一個公共權威 Public Authority 你要建立這個公共權威 那這個公共權威 他就可以去管理 這個來自成人的收入的事情 也能代表這個族群 對我 對我跟人搶救 請你對我跟人獻金 那這個權威 就是Public Authority 那建立起來的權威 這個權威 公共權威 日本共同學 它有一個名詞 叫做Ser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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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nt 用中文來翻譯 要怎麼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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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族群 叫做諸款 諸款 諸款 我看裡面 它寫得很簡單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is the sovereignty 政治上面的權威 你說什麼 就是公共權威 公共權威 政治上的權威 也名詞 也一個單字 叫做Servent 叫做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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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托付這個權威的人 那個人 也行為 叫做諸款 所以 he or they 所以 做諸款 可以一個人 做諸款 買到好幾個人 但是 不管是一個 或多數人 被托付主權的時候 那個人 身份 叫做諸款 所以 拿到一個 可愛的劇照 英國領王 伊利莎白二世 他的名 他的名號 就是Servent 那一個意思是什麼 他被怎麼樣 他被英國的這個國家 托付什麼給他 諸款 托付主權給他 托付主權給他 再來 我們用這個圖 來把它解構一下 都家購買那些人的得利 人 那這種自然人 善居在自然環境裡面 最後會集結在一起 成為一個people 一個族群 那為什麼會集結在一起 因為彼此的安全 彼此的利益上面的需要 他們集合在一起 那集合在一起之後 他們 成為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叫做nation 叫做state 就是國家 那這個國家就是 political society 就是政治性的社會 那這種 政治性的社會 你要給他一個權威 political authority 要給他權威 他才能夠管理 這個權威就是Servent 這個權威 公共權威 政治上面的權威 就是Servent 就是租款 但是國家就是一個組織而已 那實際在運作的 實際在運作的是誰 是我們這種人 我們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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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最大的事 國家就是一個組織的 名稱而已 本身沒有那種人 可以出來做事情 那一定要託付 把這個權威 把這個主權 託付 託付的話 被託付的人 叫做Servent 被託付的人 叫Servent 那你注意看 人是因為安全跟利益上面的需要 結合在一起 所以祖人 因為這個目的祖起來了 所以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組織的原因 也是安全和利益 這就是這個國家 最主要的職人 當然把這種職人 託付給一個自然人的時候 那這個人的身上 就背負著這個所有這個族群 跟這個國家的安全跟利益 都在他的身上 所以 他們的責任就是要維護 他們這國人的安全 維護這個國家的利益 就是這一群人的安全和利益 然後 因為他被託付了主權 他就有power 他就有power 他有權威力 他就有力量 他就有power 然後他這個power 根據這個power 他 他有組成一個政權 因為好像一個人 他有太多工作 他一定要造成政府 讓很多人 在政府基督官裡面 去做賣錢 然後這個 因為這個政府的組織 他有各種不一樣的權利 這三位 叫國家托付租款 這個租款裡面 他就有分幾種管理 不同的管理 第一種管理 叫做行政權 第二種管理 叫做立法權 第三種管理 叫做司法權 所以這個權利 就可以透過 透過他們的基本法 法律 或是憲法 把這個權利 再做一個分配 不要集中在一個 三位人的身上 所以一般 過去比較早的 總共 那種法律 的時代 那個法律 本身就是集結了 行政立法司法的三大權 所以他們的法律 也能做行政事務 他們的法律 也能做判官 審判一些事情 那他們的法律 馬上為了下下 頒布個律令 法律 下下頒頒布律令 所以那個就是 君主集權 他的權利是沒有被限制 他的權利沒有被分權掉 所以他是集權 集權起來 但是集權的話 最好危險 做不到後 他做不到 人民就受苦 對不對 都被暴君 都被暴君 所以這個 商務員他就有商務員 power 他回同之後 他要為了這群人的利益 為了這群人的安全 來著想 來打拼 但是呢 他的行政過程裡面 都要用法律 來執政 所以才有依法行政 這樣才不會糟糕 你如果全部 不遵守法律 全部只憑這個商務員 個人的喜好 個人的自由財良 還有這麼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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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這裏 這裏 法律說 freedom 人 那其中人民 為了組成國家 為了要堅固這個權威 相對的 他都是把他的自由的權利 放棄一點自由的權利 然後交給國家 把這個自由權利交給國家 那國家再把這個權利 托付給savari 所以意思是說 人人民 被生的自由 然後來換取國家 跟savari 對他的保護 對他利益上面的追求 所以 他們這個國家的savari 他們執政的時候 他們就是 為了公共福祉 這公共福祉 如果好 人民生活過得好 人民就覺得安全 人民就覺得說 他的生活很好過 所以這是整個 在法律的公法裡面 這些 人民 主權者 他跟國家 這些權利義務的關係 稍微跟我們說 savari 這個新聞 這個人 有什麼 一些特徵 我們來看一下 savari 這個人 一本性有一種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 有一種代表性的特徵 什麼是代表性的特徵 意思是說 也能代表這點人民 也能代表這個國家 所以他有代表性 所以你看到英國女王 就好像你看到 就看到整個大英帝國 你看到英國女王 就好像看到什麼 所有的大英帝國裡面的人民 在一起代表這個國家 代表這個所有的 所以他是一個 depository of the obligation of right 他是這個國家的義務 這個國家的權利 全部都託付給他 所以他是一個受託人 他是受這個國家之託的受託人 被託什麼 被託這個國家的權利 被託這個國家的義務 都託在他身上 那在他身上裡面 in him is found a moral person Moral person Moral person 什麼意思? Moral person 寫法人 我們只有黨就是什麼 在法院上就是什麼 自然的 啊 國家就是 法人 在沙門人身上 看得到國家法人 在他 讓他做代表 他就是被託付權利 跟義務在他身上 那他整個人就是 代表這個法人組織的代表 就像國會有些公司的董事長 對不對? 就是這件造成的法人代表 所以意思是 an moral person 那大家來想一想 台灣是不是一個法人 台灣 是不是法人 是不是 是嗎 台灣 你有像美國 這樣子一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種法人組織嗎? 以後會是 以後會是 那現在 是不是沒有 所以台灣 本身沒有法人資格 台灣這個名詞 在國際法上 在歐美的政治圈裡面 大家看吧 這是一個地區的名詞 他本身沒有法人的那種資格 也沒有法人組織 所以你既然不是法人組織 但是你是不是國家 就不是 那你如果不是國家 你可不可以加入 以國家為身份的聯合國 可不可以 你就沒有資格 道理就這麼簡單而已 道理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當時的陳水扁寫 那種申請書 要去聯合國密事處 申請以台灣名譽加入聯合國 行得通行不通 行不通 因為你建構過法人 建構這個法人組織 你都沒有完成 而且再說 中華民國也不是台灣 安靠幾個可控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那中華民國也沒有人有台灣 這很多文件上面都是 都是可以確定的 再來 但 the monarch that is in his own person all the majesty belongs to an entire body of a nation 所以這個 monarch 就是 那個美國的王 就是一個君主 所以君主在他的身體裡面 他是統一了所有這個國家 屬於這個國家的所有的這種尊貴 都集結在他身上 都集結在他身上 所以跨年一共路 一共六百年一共六 要怎麼很尊敬 對不對 這就是國家的尊貴 國的尊貴 那這裡面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法王的入獄六世 然後他在死之前 他把他的繼任職入獄七世 他把他講 他把他講 the last words 他把他講這樣 記住 我的兒子 the royalty is by the public employment 這個皇位 只不過是一個公共的職務而已 of which you must render a regular account to him 你一定要對這個王權 要有很謹慎 很嚴謹的態度來面對他 who is the sole disposer of crown and scapter 這個王權 這個王位這個身份 他是這個國家裡的唯一 唯一可以行使這個皇冠 他把權杖著一個人 所以法王把他講 這個皇位也有其中特徵 所以這個是非常的尊貴的一個位置 但是他是一個公共職務 公共職務的時候 誰這樣講 他就是一個公僕而已 是收了一些名 託戶給他這些權利義務的 只有他本身才可以行使皇權 他這個權杖 皇冠他權杖 當然怎麼都告訴他 在這裡講 可能他不太能理解 這是到底什麼意思 這些法王六四跟法王七四 他講這句到底什麼意思 來看起來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會知道 他自己是不是執政目標 你自己本身是執政目標 不是 那他執政的過程裡面 他可不可以只尋求自己的滿足 他自己貴很好 後宮家裡三千人 三千人 我跟他這樣 不可以 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 自己的產業 很好看 這樣都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國家是因為他而設的 你想像以前武裝劇 中國的皇帝 是不是 所有的國家都是為他一個人而存在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這個道理 不是 那人民就是他的財產 你想像中國古代的皇帝 我可以叫你生 我要你生 你就生 我施你死 你要給我磕頭跪蟹 對不對 那人民就好像是他可以 充分的財產 人民就好像他的 他的那個 爺爺 倦養的 倦養的這種生畜 是不是在那邊 不是 不是 那國教是他可繼承的遺產 是嗎 也不是 也不是 都不是 所以這幾個概念 要先建立起來 即便他這個皇位 是非常的尊貴 但是 這些理由 都只是為了他 他本身的自己而已 所以他都不能把國家當作 他自己的財產 不能把人民當作畜生 那他只是受國家跟人民之託 要為了國家跟人民的幸福 跟利益來著想打拼 這是他唯一的任務 後來 那這個也是劇照 這是Netflix 這部片子的 The Crown 這個劇照 這一個劇照的過程就是這樣 他爸爸 他爸爸就是英國國王 他去世了 飄起來 然後這個時候 伊尼莎白 他剛好在他的 大英國寫的成本英國裡面 剛好在巡視 在訪問 然後收到他爸爸 他發聲部的消息之後 你要趕快換裝 要回到英國去 要準備登機 要接任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其實他的身份 就已經是變成女王了 然後他收到一封電報 就是 他媽媽 他媽媽 他媽媽拍一封電報給你 就跟他講 他講 再來 你的新聞 你自己要認知 你會經常的在 你會經常在 作為人妻的身份 跟作為一個 國家的主權者的身份 之間衝突 那這種衝突過程裡面 你一定要記住 The Crown must always win 你一定要把王權擺在第一位 你不可以把你是人妻 擺在第一位 你不能把你 視為人母 這個身份擺在第一位 你要把王權 The Crown must always win 這樣的身份的衝突 最後一定是王權要贏 不可以是當我親的身份贏 也不可以是當人家的太太的身份去贏 不可以 不可以 當然 你做一個商人 他掌握了很多的權威 他掌握了權威之後 他不可以說 喔 這樣我可以來過年齊了嗎 以前那些對我不好的人 我只要一個一個行李 不可以 不可以 有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小故事裡面也可以知道 這是法國的法王路易十二 法王路易十二 他登基成為法王的時候 那他在登基之前 他是一個 Duke of Olin 一個歐林地區的一個公爵 他在當公爵的時候 其實是被其他的那些貴族 是給他羞辱刺 所以他做法王的時候 有人跟他講 那你現在做講嗎 以前給你 修理的人 你現在可以修理的 然後他就說 A king of France that is not a revenge the injury of a Duke of Olin 我當一個法國國王 我不會去報仇 在我當公爵 在國立當公爵的時候 的那種傷害 我不會這樣子做 這是高度 這是高度 他已經知道了 王犬不是這樣誘的 王犬不是拿來過療七號 過來 沙文裡面 因為他擁有沙文 power 國家的管理 是托付給他 所以He is solely interested to Him Him就是沙文 那這個沙文 power給他之後 他剛才應用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 Savity of the state 國家的安全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人民的幸福 所以他可以托付了這個沙文 power 可是都在法王說的 我看不可以撒這種 看未來過療七號 那這個沙文不可以 我給他人 科魯的都是國家 做的事情 我們是民家去國 這樣而已 那 當沙文人變成胎人 就是當你集結了身上 這麼多的權威的時候 這個人很容易變成暴君了 耶穌用了 他不好也變成暴君 那當他變成一個暴君的細尊 那人你該怎麼辦 第一個 你到底是要服從還是要對抗 要不然的話 裡面他有這六個數 那我們就要去知道他這個道理 你這個理念怎麼說 如果他已經變成胎人了 你可能變成暴君了 那你就是抵抗他 就是不服從他 為什麼 Even war is a good exchange for a miserable peace 悲慘的和平 倒不如是用戰爭來跟他交換 這樣沒給他 翻身的機會 Even war is a good exchange for a miserable peace 這是人民的 在奉俄國法裡面 他引用這句話 那這個時候 人民要跟主權者戰爭的話 跟他對抗的話 那這個權力 這個權力是不是正當 那他是在討論這個問題 人民對抗的權力是否正當 他這樣說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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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 is still the same 還是一樣 Whether the prince was made up to the law or all was not 意思是說 這個 sovereign 也被托付的權威 到底有沒有被 三個基本法限制 或是沒有限制 如果沒有限制 就是行政立法施法 三拳一把抓 全部托付給他 不管是有或沒有 人民的權力 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權力 是來自於 the abject of all political society 這種 這種人民 抵抗他的權力 是來自於 這個社會 所作為新的國定 所而來的 那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 國家的安全 你一個暴君 把國家搬家 軟七八糟 人民生活 非常的痛苦 這樣這個國家 怎麼安全 不安全 人民也不安全 那既然你被托付的是安全 那你現在又造成人家不安全 那你就沒有資格 人民就有權利來對你對抗 所以the safety of nation which is the supreme law 國家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 所以你才會聽到 美國總統也是說 這些歐美國家 操縱恐怖公協醫生 你聽他們在演講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他們國家的安全 就是 他首要任務 他的首要任務 是會保護人民的安全 他們國家的安全 所以這個是 國家安全就是最高法律 所以可不可以對抗 可以 不是因為他是sovereign 他擁有國家權威 那人民就對他無可奈何 不要 那不是 因為sovereign 是因為人民組成 交給托付給他的 托付給他權力 當他的權力是濫用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是人民 把他的權力收回來 再來 三位 那三位 他要執政的時候 他自己一個人 做什麼 做什麼 所以他可以 雇用minister 部長 哇 他可以任用部長 來幫他管理政府之事 但是呢 你不可以把 國家的權威 全部交給Minister 你是叫他來幫你倒這個行為 你不可以把權威 就這樣交給他 這是這些分寸的 所以Minister 是商人手中的工具 那些部長 是國王的工具 是幫他做執政的事情 但是 國王的權威 不可以交給部長 那當商人能力不足的時候 那這個國家 就要指派一個叫做 Rigion Rigion 就是社政法 就是輔助這個皇帝的人 那輔助皇帝的人 那他在輔助他的時候 是以皇帝的名義 來做 來做事情 當這個皇帝 他的能力 他太小了 他變成年了 有能力了 或是恢復健康了 那這個社政法 就要退掉 就由皇帝 他自己 來行使 Sovereign Power 再來 Sovereign Power 既然Sovereign Power 托付給他 如果沒有限制的話 那他就可以獲得 Perumptive of Majesty 這叫做 這叫做 這個叫做 皇位的尊貴 皇位尊貴 尊貴的皇位的 上面那種特權 如果沒有限制的話 他就變成 Perumptive of Majesty 但是通常會有限制 因為君主集權太可怕了 所以受託 要用基本法來限制他 尤其憲法 那當他 當是受到基本法限制的時候 那當Sovereign的人 也要嚴格遵守憲法 就尊重 而且要支持法律 然後他這個行政權呢 行政權的運作 就是要根據 國家基本法 這個是國家發財的計劃書 憲法也是國家發財的計劃書 你就要根據這個基本法 來做你的行政權的行使 那如果這個Sovereign 被人偷物的是立法權 就是國王也讓單獨法律 那這個時候 他是可以更改法律 但是基本法輪不到他 基本法他不可以修改 基本法還有要整個國家的代表 一般來講就是國位 才能夠去修改那個基本法 所以Sovereign本身不能去修改基本法 不然 接下來 我們今天來看一些小故事 立法者 這是美國的國會 這位小故事是這樣 美國的富蘭克林 他當時在歐洲 在為美國的外交在打兵 那